接著會說3CE的產品 剛才提到Belaine Coat的Clean to Zero 你可以問她拿這個浸品 因為她有一個旅行妝 我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她是高狀的 帶她去旅行也不怕漏 這個一定要問她拿才行 所以大家可以問她拿 快點說3CE的產品 3CE算是我買得最多的產品 都是唇部產品比較多 首先要說的是Clean Clean我買了兩種顏色 這兩個是Abrahamon Pink 一個是My Deer 這一個是淺色的粉紅色 塗出來其實不太粉 有一點像蝦肉色 可能鏡頭看起來有一點粉 其實顏色也挺漂亮的 這個真的非常粉 我可以試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My Deer 這兩個都是一些比較流行的顏色 但是因為她的店舖 其實很快就會 經常有很多好的顏色 都會 out of stock 這個是我不開心的地方 她好像還有一個顏色也很漂亮 我忘了她的名字很長 但是她就 蘇牛了 這兩個顏色也是不錯的選擇 就可以選擇 另外 還有唇部產品 還有這個唇膏 唇膏其實有很多顏色 我就選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其實跟剛才那個Bohammer Pink 挺像的 但是因為唇膏質地 就有點不同 因為我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看起來會更新了一點 我可以試在這裡給大家看 OK 這個最出的就是唇膏 其實都是粉粉的 介乎剛才這兩隻的中間 她的唇膏 是比這個CLEON更潤一點的 但是顏色方面 我覺得CLEON更漂亮的 上去唇膏的時候 然後呢 就是這個指甲油 指甲油 她就換了 我不知道她是換了包裝 因為她有一些包裝是這樣的 我買了四個顏色 是啡色 另外再買了這三個顏色 這個其實是一個深藍色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其實是深藍色 然後呢 這個紅色跟紫藍色 都非常漂亮 我覺得她的紅色是必買的 因為她的紅色是很特別的 她又不是鮮得很重要 就是一隻不懂怎樣形容的紅色 就是很漂亮的 這隻紅色 我現在還沒塗 但是呢 就這樣看已經很漂亮 這個紅色是可以definitely買的 因為她沒有名字 所以我會把紫藍色打在下面 之後呢 還有要說的呢 就是這個非常漂亮的 highlighter 她有三種顏色 我選了這個 應該叫做 gold pink 我覺得她的顏色 真的 很特別 不會說 粉粉的 粉粉的 有點柔軟 你看到我的骨已經立刻靈了 真是一個不錯的顏色 其實這些3CA產品每樣都大約15000至17000左右 大概是100港幣 又不是真的很貴 我觉得它有点像韩国的MAC 但比MAC比较便宜 但颜色非常多 而且也很漂亮 我觉得发韩妆非常适合 这个就是一个Brush 我买了这个颜色叫New Pink 它有三颜色 有些是橙橙的 有虾肉色 我还是选择粉红色 但它的粉红色是这样 这种粉红是 我觉得用在面上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这么贵的大枝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挺值得买的 而且擦开了 是很自然的 都是白白色 而且我有使用它来遮一遮嘴的旁边 然后再用唇膏 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方式 可以看到 纷纷的 然后最后我要说的product 就是eyeliner 这个eyeliner 我觉得 这个是pencil 有少少gel的感觉 我上网看过的blogger 也有说它是非常 stay on 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好 它是可以拧出来 但拧出来之余 它是尖尖的 但是它不用你跑 那你可以 我现在试画 那我这个呢 就是一个浅色一点的黑色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尾部里有一个这样的跑 那你就不用怕它挖了 你可以直接跑 就这样在尾部里 我觉得这个设计器 非常之那么好的 而且它 真的都stay on多久 那 那我就买了两支 就买了这个 炭灰色 还有一个闪金色 就会是一些特别一点的颜色 对 VC呢 就是今上次了 麻烦